大甲区的东民国校是为储偏乡 而为了让更多幼童可以就近上学 市府也斥资工程经费3613万 来兴建附设幼儿园 预计要招收有46名的幼童 这一天举办了动土典礼 台中市长卢秀恩表示 上任之后就力推公幼备赠计划 不分都会跟偏乡 都要来减轻家长的育儿负担 在台中市长卢秀恩的带领下 地方议员与里长及学校代表等人 共同的向地基础与众神齐安 上大甲区的东民国校 新建附设幼儿园工程 这一天动工之后也能够顺利办公 这个学校就有幼幼班 专门收两岁的 然后呢三岁以上 所以刚才校长讲 从两岁一直读到12岁小学 这个学校是完整的 是完整的 然后同时呢 也让我们的这个 在地的年轻父母家长们 你可以把它拍拼 然后一方面 减轻它的经济负担 台中市教育局指出 大甲区的东民国民小学 是备处县市交界的偏乡 为了让更多幼童 可以就进上学 市府赤资3613万元 来新建附设幼儿园 地上两层楼 地下一层共四间教室 而总楼地板面积是690平方公尺 预计要招收46名的幼童 透过这个幼儿园的成立 让我们这里的年轻的爸爸妈妈 孩子有地方可以去来寄 然后呢就跟哥哥姐姐一起放学 台中市长卢秀恩指出 推动公佑备增计划 不分都会偏乡 来减轻家长的育儿负担 而东民国小复权幼儿园管工之后 将会设置2岁专班一班 3到5岁的混零班一班 让邻近地区的孩子 可以从2岁一直读到12岁 就近照顾 这里这样台中才疯不到 3到5岁的育儿园管工之后 3到5岁的育儿园管工之后